一代歌坛的传奇天王,同安阁,曾经风靡一时,但如今却不知何故销声匿迹,在香港,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天王风采依旧,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,然而,台湾也有着不逊色的四大天王,同安阁,齐琴,周华健,王姐,其中,同安阁曾是这四位中的佼佼者,如今却似乎被遗忘。 她是歌坛的才子,同时也是杰出的创作人,同安阁为黄英英,凤飞飞,飞翔,周华健,张学友,刘德华,张宇生等众多歌星创作过经典之作,她的音乐才华让人津津乐道,而她的隐退却被认为是乐坛的一大损失,然而,对于同安阁来说,她在华语乐坛的辉煌经历已经足够让人铭记。 同安阁于1959年诞生在中国台湾,父亲是著名漫画家,母亲从事油画工作。 从小,同安阁就在艺术的氛围中成长,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。 在小学时,她被发现拥有特别的嗓音,并成为学校合唱团的主唱。 随后,她代表学校参加了小学组读唱比赛。 荣获第二名,除了音乐,同安阁还展现出卓越的美术天赋,屡次在画画比赛中获奖。 尽管有着出色的音乐才华和美术天赋,同安阁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选择了美术专业。 1975年,她考入了复兴商工美工科。 然而,音乐的热情依旧在她心中燃烧。 同安阁加入了歌泳社,担任交唱员,并成为军乐队的指挥。 然而,她的梦想不仅止于此,她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合唱团。 于是,同安阁找到同样热爱音乐的袁中平和秋月,毫不犹豫地说,要不要疯狂一次。 三人迅速达成共识。 于是,旅行者和唱团应运而生,他们在校园晚会上展示才华,亦在各大酒吧中驻场。 一次偶然地演出让海山唱片老板看到了他们的潜力。 于是为他们打造了唱片《旅行者三重唱》。 左手音乐,右手美术,长相如雅,一身书卷气。 这使得同安阁成为校园中风光无限的男神。 许多女生都对她默默产生好感。 毕业后,同安阁本欲在歌坛展现才华, 却在即将开始音乐生涯之际映照入伍。 虽然不对生活乏味,但这段时间让她有机会更专注地创作。 两年间,同安阁涌现出三四十首歌曲。 退伍后,她将作品寄给唱片公司。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,却未得到任何回复。 为了生计,同安阁只得加入一家卡通公司, 每天画不完的卡通线稿。 但她并未停止对音乐的激情创作。 1982年,同安阁推出了《死情永不留》和《夜色》。 当时,费玉清正在筹备新专辑。 偶然听到,死情永不留,决定将其收录。 这首歌成为费玉清除易简眉之外的第二大代表作。 之后的一年,同安阁全心投入专辑创作。 就连吃饭时,也常停下来哼几句。 觉得旋律好听就迅速记下。 1985年,同安阁的首张专辑《想你》成功发行。 十首歌曲全部由她独立作词作曲。 同年,她推出《女人》专辑。 1986年,发行第三张专辑《我曾经爱过》,皆获得不俗的反响。 那个时候,她的嗓音里充满着青春的朝气,是对未来的冲击。 80年代后期,歌舞曲目兴盛,而同安阁则渴望尝试新的风格,挑战自我。 1987年,同安阁推出第四张专辑《跟我来》。 主打轻摇滚风格的歌曲在瞬间席卷台湾,成为许多人电音启蒙的经典。 特别是单曲,轻气球,来跳舞,热浪,一度在歌厅播放排行榜上稳居前三。 在当年,28岁的同安阁赢得了台湾票选的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,对待音乐。 她一直保持着坚定的信念,尽管长时间陷入事业瓶颈,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曲谱。 却从未妥协,宁愿一年不发歌。 1988年,同安阁在电视上偶然听到韩国汉城奥运会时的一首《朝鲜民歌阿里郎》。 灵感涌上心头,她邀请词作家陈桂珠为这首歌填词。 因为原曲中一句韩语发音类似中文的《怕自己》,于是诞生了《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》这句歌词。 同安阁亲自谱曲,并将其命名为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。 当同安阁为邱海郑创作歌曲时,不小心将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一同提交。 最终被收录在她的首张专辑中,初出道的邱海郑并未将这首歌唱后,但老板认为这首歌不应被埋没,建议同安阁亲自演唱。 于是,这首歌再度回到了同安阁的手中。 1989年,同安阁发布了第五张专辑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,销量达到了400万张,成为当年台湾男歌手唱片销量的冠军。 这也是同安阁首次进入内地市场的唱片,商场,发廊都在播放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,歌词中的《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》,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成为人们嘴里时不时哼唱的旋律。 同安阁登上了台湾乐坛的巅峰,与其琴,周华健,王杰一同被誉为台湾四大天王。 有一句话说得好,只要是华人,懂中文,都听过同安阁的歌。 一时间,同安阁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音乐奖项,对于名利淡薄的他来说,极少参加颁奖典礼,只是坚持想将心中的歌唱给大家听。 在其他人还在创作商感情歌或歌颂青春时,同安阁转变了创作思维,注重环境和气候的变化,从中汲取灵感。 他游历欧洲多国,深刻感受到人们对环境的保护和关注。 同安阁说,地球是所有生命开始的地方,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。 于是,1989年,他发布了专辑《梦开始的地方》,旨在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。 该专辑销量超过十万张,荣获IFP白金唱片奖。 然而,即使是登上巅峰的同安阁,也面临下坡的挑战。 1995年,同安阁与保护金合约到期,同时金融危机影响,公司陷入困境。 他转头点将唱片,签下了五年合约。 虽然老板为他规划一切,有信心在创巅峰,但结果并非如人意。 他发行的专辑,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,和收留,未能取得理想成效。 公司在同安阁加入第二年宣告倒闭,或许需要时间的沉淀。 同安阁选择移居加拿大,整整消失了七年。 2003年,他归来,邀请好友李宗盛和方文山共同打造了专辑《青春首卷》,将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融入其中。 在事业上升期的1986年,同安阁与陈美欣结婚。 面对公司的建议,他强调家庭是一切的基础,没有了家庭就什么都没有。 然而,事业和生活的交织最终引发了分歧。 陈美欣希望他多参与节目和演唱会,而同安阁更想专心创作。 分歧逐渐加深,最终无法挽回,我们都很辛苦。 他失常,我失态,所有错误的释放,伪装假象的欺骗,都会使孩子陷入更大的痛苦。 何不给他满满的祝福,让他拥有选择人生或再爱一次的权利。 在2004年,同安阁和陈美欣结束了长达18年的婚姻,从此各奔东西。 6年后,同安阁再婚,娶了现任经纪人廖海利。 她也是她的初恋。 仅管年少时曾分开,但再次相遇后,他们决定携手走完余生。 同安阁已过花甲之年,经历了人生的巅峰和低谷,如今她追求平淡的生活。 与妻子相互搀扶,走过悠悠岁月。 三毛曾说,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,待明白过来时,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。 然而,同安阁的人生不同,年轻时就一直认真地追逐音乐梦想,坚定执着,从未动摇。 如今,她选择从容地迎接老去。 近来,其实你不懂我的心,再度在网络上引起热潮。 转眼间已过去二十几年,同安阁的歌声依旧深植于我们的记忆中,没有褪色。 自1999年起,同安阁开始偶尔回到内地拍摄电视剧。 2003年,她在淡初歌坛七年后复出,发行了新专辑《青春首卷》。 然而,当时的华语歌坛早已变革。 周杰伦、陈奕迅等已经占据主导地位,对于已经44岁的同安阁来说,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 那张专辑也成为了她的绝唱。 同年7月,媒体曝光了同安阁与陈美心分居离婚的消息。 面对传闻,她没有否认,只表示全家已经回到上海定居。 2004年2月,夫妻俩正式签字离婚。 子女随陈美心生活。 如今60多岁的同安阁相对少见于公众视野,与前妻陈美心的两个子女都已成年。 女儿童玉圈已经26岁,进入演艺圈发展。 同安阁的名字或许会逐渐淡出,但她那动人的音乐将永远存在。 音乐的魅力在于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,让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,使这份共鸣变得永恒。 同安阁与其非凡的音乐才能,创作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。 。